一百二十 明報 證監會處罰兩經紀 2015年7月14日經濟 明報專訊 證監會昨日公布 處罰違反故轉內部監控政策的大雅真 暫時吊銷牌照8個月 以及處罰虛報學歷及偽造證書的江曼儀 錦止其從頭業界三年 證監會稱 調查發現大雅真於2013年1月至6月期間 操作一個秘密張戶及透過該張戶進行85次個人買賣活動 違反了其雇主 即金利峰財務顧問 的內部監控政策 證監會認為其行為有欠誠實 使其雇主無法識別及監察其買賣活動 為因大雅真對其行為表示後悔 且該張戶內並無發現其他不當行為 故將處罰減輕為暫時吊銷牌照8個月 即2015年7月10日起至2016年3月9日 另一位被處罰的經紀江曼儀 於2013年7月加入Bank Julius Bear Cup初 並向其雇主虛報自己於2008年取得紐約大學的碩士學位 更偽造紐約大學證書 但事實上他謹慎就讀於該大學 並未符合獲頒發碩士學位的所有規定 證監會表示 江曼儀有意識地虛報學歷 偽造證書一時更加重其失當行為的嚴重性 令他作為受規管人士的適當人選資格受到質疑 故決定禁止其從頭業界三年 由2015年7月13日起至2018年7月12日 唯一 導致 送 hosp籍 禁止 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